大家好,歡迎來到快樂廈廚實驗室 我是小林同學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實驗就是 玩魚尾豆腐白菜仔草菇湯 是不是只聽名字都知道夠營養 真的很好喝的 我全家都喜歡,特別小朋友 他超級愛喝的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吧 溫馨提示 魚尾和豆腐,大家記住印乾水分 如果一陣子有水的話 下鍋就會很彈油 還有草菇最好就是一開為二 切開會更入味 因為它本身比較淡 稍微加少許雞汁 釣出它的味道就特別正 大家不喜歡的也可以不下 魚尾下鍋之後 就不要急著翻動它 隨它繼續在鍋裡煎 感覺到差不多金黃了 先翻動它 大家可以把魚尾煎得比我更金黃 煎香一點 稍後撞些滾水 大家如果想魚湯是奶白色的 記得撞下去的水是要滾的 秘訣就是 魚煎香一點 然後撞些滾水 整鍋湯都是奶白色的 當然加入了湯 加入了菜 當然有菜的顏色 哈哈 我真的很喜歡煎過的豆腐 超級美味 讓豆腐吸收了魚 菇 和菜的味道更加好 這裡的滾水 大家在邊邊倒下去 以免燙手 好啊 這裡就蓋上蓋子 等它滾了 之後就可以 放草菇和白菜仔 白菜仔 我自己很喜歡吃菜 我放了很多 因為我家的食量比較大 所以每次滾湯都是一大鍋 一大鍋 一大鍋 在這裡調味 大家按自己喜歡的口味 都可以 我自己經驗 我自己喜歡加少許多糖 和少許多雞汁 將全鍋的食物的鮮味 帶出來 就會更加棒 不喜歡的可以不加的 按自己喜歡的口味去調節 就可以了 還有重點 這裡就是 大家記住 放白胡椒粉 這個湯 白菜仔 和豆腐 也有少許涼 放一些 溫性的白胡椒 平衡性質 就會整個湯 非常暖胃 很棒 這裡不喜歡芫荽 大家可以省略的 我就很喜歡它的香氣了 哇 差不多可以了 這個湯全程 由頭至尾 是煮了 連煎 到完成 大概是40-45分鐘 就完成了 一樣營養又美味的湯 已經大功告成了 弟弟很喜歡喝的 湯兩食 又有魚 又有豆腐 又有菜 又有草菇 超級滿足 那一口湯 真是 喝到停不住 大家都試一下吧 歡迎大家免費訂閱 感謝大家的觀看 祝福大家幸福